接下来呢,综合业绩精华 OK,这个是Bill Berry 这个综合业绩精华呢,Bill Berry呢,是支持正常的眼力跟视觉 强力的抗氧化效益,而且自然的在视网膜可以找到 而且呢,如果今天开始发觉到呢,眼睛的视力减退啦 视网膜的一些情况如果不是非常严重啦 黄斑退化啦,老花啦,听到没有 这些都能够用这个Bill Berry去改善,跟加强它的修复 而且呢,它能够增加我们输送到眼睛的养分跟血液 所以Bill Berry呢,也就是眼睛的药引来的 听到没有 然后呢,我们长期服用的时候呢 可以对付、预防、黄斑退化、白内脏 而且呢,科学研究发现业绩精华里面含有 这个呢,就是能够帮助预防环斑退化的 这个中药的成分 那眼睛的问题就是有什么问题啦 非纹症,听到没有 那非纹症呢,是没有药的啦 非纹症只是有一些 英文叫Fotus 它有一些不明物质在眼睛飘来飘去 听到没有 那其实呢,医生讲是没有药 但是我有几些对象 它增加维生素C跟我们的Bill Berry过后 它就红一层电 它一层电你就不会看到了 第一 第二,清光源 清光源就是眼压很高 听到没有 那眼压很高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自己本身身体的血压就高 影响到的 OK 然后第二种呢,是因为手术所影响的 那手术影响的清光源 吃营养就比较难啦 听到没有,因为那是后遗症 但是如果它是因为自己的血压很高所引起的 那眼压很高也证明很容易会脑中风的 听到没有 所以呢,这些都可以帮助它改善 OK 然后第三,白内脏 听到没有 白内脏我们除了推荐它是Bill Berry 我们还要增加维生素C 听到没有 然后呢,如果可以搭配奶剂会更好 因为呢,肝开窍一目 所有的眼睛的问题都肝肝有直接的关系 OK 然后呢,深眼末 那深眼末呢,就是跟胆固醇或者是糖尿有关系 好,你就要了解 那如果它是因为胆固醇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给它E跟Omega 再加上我们的Bill Berry 明白没有 OK 那近视跟眼视没有很大的帮助啦 明白没有 但是呢,有改善啦 因为本身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去年还没有吃营养的时候呢 它是250 那今年它去换一个新的眼镜的时候呢 它去检查 诶,它的眼镜竟然剩下200而已 所以呢,有可能就是吃这个Bill Berry 明白没有 OK,好 然后呢,还有一个 如果经济能力许可 所有的眼部的这种调理 你都可以增加 Zingo And Siberian Jinseng Zingo Bloba跟Siberian Jinseng是一样的 OK 明白 OK,好 来